我们俩在一起快两年了 我觉得在这段感情中 我付出特别多 放弃了很多东西 也做了很多努力 却得不到回报 我也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以后再努力 我现在应该为了事业 血液去奋斗 我希望他能支持我 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我对他的好也变成了理所应当 现在居然和前女友联系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对他的心一直也没变 那个女孩只是我高中的同学 我不想因为这些事和他分手 我们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考虑我 我觉得他未来的规划里 也没有我的影子 我现在看不到希望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超 二十二岁来自山西学生 女嘉宾小宁 二十四岁来自河北酒店迎宾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在哪认识的啊 一个河北一个山西的 怎么认识的 我那个之前跟男朋友就是刚分手 就是一段时间心情不好 然后就是我打算说来千斤这块散散心 回来那会儿赶上半道上肚子疼 然后正好给他碰见了 就那天兜里装着药 然后就给了我两片照顾了我一会儿 你兜里还装着肚子疼的药 对 因为那几天正好我也是胃比较难受嘛 然后我包里就正好有药 就这么好上了 对 你在天津市读书是吧 对 是 后来呢 我当时挺谢谢他的 然后就是走的时候 我和他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我说以后你来那个河北玩 我请你吃饭 过了几天他都真来了 我当时就是那么客气一下 真是只是客气一句嘴边的话 然后结果他都真来了 不是 以后大家别随便客气了这个 你咋就去了呢 我就觉得这次相遇 是我们两个人的缘分嘛 你是喜欢这姑娘了 对 而且当时觉得他人长得挺漂亮 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想让他做我女朋友 就追到河北去了 对 当时我还挺惊讶的 然后没办法 我话说出去了都 然后后来就 我们一块吃了顿饭 吃了顿饭完事走了之后 没过几天就又来了 而且就来得特别频繁 隔几天来一次 隔几天来一次 我当时心里想 我说这人怎么 就跟狗屁高药似的 就这样粘上我了 不能这么说 后来突然有一天 就是那个他跟我说 他说我喜欢你 你当我女朋友吧 我当时一方面感觉惊讶 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那会儿刚跟男朋友分手 然后也没那份心情 再加上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后来我那会儿拒绝了 但是他特别坚持 就追了我大概一年多 一有他放假的时间就过来找我 一有放假时间就过来找我 就对我血汗温暖的 然后就是他是个学生 本身钱不是特别多 但他省着钱用 把这些钱给攒下来 就是给我买一些小礼物 我不是说东西值多少钱 但是我感觉 有这份心 我挺感动的 不容易 而且就是跟男朋友分手 这段时间 也是他陪着我走过来的 我能感觉出来 他对我也是真心的 就是所以我想 就是给他一个机会 然后我说 如果咱俩谈对象的话 就是奔着结婚的方向去谈 他当时同意了 所以我才答应跟他在一块儿的 好 好